各位早啊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 Steven为大家带来的是啊 我最近买的一些优衣裤 还有一件这个全片的卫衣 那么首先第一件呢就是啊 我手上这件啊法兰容 这件法兰容是一个合作款 看一下名字 因为我不太熟悉的人叫啊 J.W.Anderson 那他这个联名好像是前一个月还是多久 就已经上架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这种法兰容的话熟悉我们观众应该都知道 Steven个人是非常喜欢穿的 无论是穿一件卫衣啊 那如果各位想试一试这件法兰容的话呢 你可以去你所在城市的那个优衣裤里面找找 还有没有这件衣服 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应该不会太多人买 而且现在的价格也特别的合适99 那么这一件呢就是我今天第一件要给大家讲的 这个J.W.Anderson的这件法兰容 始码的话我买的是这个大号 因为我会在里面套不同类型的衣服 比如说套一些长袖啊 套短袖啊甚至是套卫衣 那么第二件要讲的也是来自优衣库的 这件我也不知道这件叫什么名字 就是这种毛毛的衣服 那这件衣服的话呢 应该是前一两年就已经出过了 那它的原来的售价是199 那这件衣服的话 我好像看他又有问那个售货员了 他好像是男女都可以穿了 那这件毛茸茸的衣服的话呢 我拿的是最大号的XL 那穿到身上的话 感觉就好像穿中号或小号一样 那可能这件衣服真的是给女孩子了吧 那我是很喜欢这种毛茸茸感觉的衣服 因为摸起来也很有质感 然后穿起来也特别舒服 那这件毛茸的外套呢 我当时是直接穿我现在身上 穿的这件衣衣 然后直接套上去穿的 感觉的话还不赖 那当天为什么我会买这件衣服呢 因为当天天气突然变了 然后我只穿了一件短袖打底 跟一件衣衣出门 那逼于无奈之下呢 我就打算在H&M和ZARA 还有衣裤逛一逛看一下 有哪件衣服可以买来就直接穿了 那逛了一下H&M跟ZARA的话 就价格低的价格不太合适 但是DL那些款也不太好看 所以我就去了优衣裤 那谁知道一进去呢 就发现好像是因为圣诞节快到了 那现在当然是圣诞已经过了 我买这件衣服的时候呢 圣诞之前那它做特价 这件衣服原价是199 那我买的时候是99块钱 那所以说优衣裤的东西 还是非常的耐操 那接下来呢 就是今天这期视频的重头戏之一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这条 来自优衣裤的裤子 那这条裤子的话是草子老推荐给我的 我一开始也没有觉得这条裤子有什么特别 因为他发照片给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是一条普通的长裤 也没有什么特别牛逼之处 他给我的一个简介跟形容就是说 哇塞这条裤子特别厚 很像那个北脸的那种裤子 而且这条裤子呢 它的裤型还挺修腿的 然后下面就是裤口这个地方呢 还可以把它扎紧就是能够出一种缩脚的感觉 那价格的话呢也是相当的划算 是这个299折到了199 那我当时听到的就觉得有没有这么好啊 然后我就说那要不我们明天一起去试一下 那于是我跟他在昨天呢就一起去游衣裤里面 就试了一下这条裤子 穿上去的感觉第一是非常暖 暖到让我觉得非常热 因为我家这边呢最近的温度也是有点不定的 就是突然间特别热突然间特别凉 那昨天我们去买裤子的时候呢 这个温度是24度 那我在那个更衣室里面穿 这个裤子真的是热到飞起来 出汁了就特别特别热 全是汗 那给大家一个近距离的角度看一下 这条裤子是有应该是应该两层 然后它两层特别特别的厚 它里面呢应该就是大家俗称的这种夹容吧 真的很热 那这条裤子的厚度的话 我觉得哪怕下雪应该都能扛得住吧 真的是特别厚这条裤子 而且它价格真的是有点太划算了吧 199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介绍这个牌子 那这条裤子的话 它是既防风又保暖 这个是超级功能性的一条裤子 而且它最近特价 那我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 如果你还在筹买什么裤子的话呢 可以真的可以考虑买一下这一条 那这条裤子的正前面呢 是有一个这样类似 应该好像是工装裤都有这样的设计 还是那些北脸的裤子 滑雪裤都有这样的设计 就有这样一个皮带的这样东西 就假皮带我叫它 在前面然后有这个扣子 然后还有这个上厕所的这个裤链 然后整条裤子的话呢 口袋是有非常的多的 那在屁股这个位置上呢有两个 然后前面大概是有两个这个裤带了 然后在裤子正面的话呢 在大腿这边还有一个侧拉口袋 那在裤腿的下方呢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伸缩带 可以调整这个裤口的大小 那对于我这种喜欢穿球鞋的朋友来说呢 这种是非常棒的 因为它不会说直接锤到这鞋子上把鞋子盖住 能够把鞋子显出来 这套裤子的话呢 好像是有五六个颜色吧 颜色是非常的多的 有这个卡齐色 深蓝色绿色还有紫色好像 还有黑色好像是五个颜色 那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挑选颜色 那尺码方面的话呢 我个人的这个裤围就是腰围呢 是30R这套裤子是这个中号的 那各位应该都非常熟悉我的身高 就是这个176.5 那裤腿这个部分的长度 我个人还是能够接受的 那我相信这套裤子的话 能够满足大家就是很日常的一个需要 当然这种裤子也不能跟一些什么设计师牌子 或者是一些时尚牌子对比 因为毕竟它只是一条非常素色的黑色裤子 但是呢你日常穿的话 这套裤子应该是能满足你一切的要求 那最后呢我给大家讲的这件衣服呢 是我拜托我一个朋友在美国那边 帮我带回来的这件啊 全片的这种毛毛的衣服 对的 Steven最近很喜欢这种毛毛感觉的东西 那这件衣服的话呢 我是在这个Urban Outfitter那里买的 然后现在好像是卖断货了吧 这件衣服我记得是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这个褐色还是肉色 应该是算卡齐吧不知道就是那种颜色吧 然后设计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黑色 那因为我知道这种衣服应该弄脏的话 会特别难洗 然后会很明显因为它上面有一些毛毛嘛 如果你吃什么带酱汁的东西沾上去的话 这件衣服就毁掉了 所以说买黑色呢会稍微稳一点 这件衣服的话呢它前面有两个这个口袋 然后在胸前呢有一个巨大这个Champion的logo牌子 在正前方呢就是在胸口这个地方 由Steven个人最喜欢的这个设计就是这个半拉链设计 这件衣服除了它是这个有种毛毛感觉的话 另外一个特色点就是在于它的袖子 那在手袖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在这个地方是印了这个Champion他们家这个logo 跟他们的名字上去的 然后两边呢都是一样有做这个设计 在衣服的下面就是 那在衣服下面呢也是做了一个同样的设计 那我个人觉得还挺酷的 然后这件衣服的话我买的尺码是这个大号 那它的这个尺码有点过于大 因为当时它只剩下一件 那各位如果要买的话呢 如果你跟我身高跟体重都是一样的话 我建议各位买中号 那这件大号的话我穿过长度 就是衣服的整体长度呢 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手袖这个地方呢会太长了 那我觉得中号长度应该是最合适的 哎忘掉了 就是在手袖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这样的设计 就是Champion他们家还有个小logo在这 那这件衣服的售价好像是 我想想想 具体的我忘了 但是这件衣服的话在国内我是没有见过的 所以我是非常想买 那刚刚提到前三件的优衣裤的这个单品呢 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有机会呢 可以去实体店里面穿一下 试一下 因为我个人觉得是 也不能说物超所值吧 就是在这个季节你都会用得上 法安荣跟那个毛线那件毛线 就是那件友荣的那件小夹克呢 是99 然后那条裤子呢是199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各位喜欢就是看什么Supreme啊 Palace啊 就是现在的一些美潮日潮啊 或者是一些穿搭啊 或者是一些日常搞笑啊 还有些美食啊 或之类的就是日常Vlog的话呢 都欢迎各位关注我 那我的所有这些啊 什么Bilibili啊 YouTube啊 You酷啊 微博啊 都打在了屏幕的下方 那各位如果喜欢的话呢 可以过去点一波这个关注 精彩内容陆续有来 各位观众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Peace op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